Hello大家好,我是兔子 那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期呼声很高的主题 插画师到底是如何接稿的 在哪些平台上面接稿 那接稿的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那我也希望这期对大家有点帮助 我们马上开始吧 那我已经事先在iPad上面写好了稿 那我可能会看的这个稿来说 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需要先探讨一下一个甲方爸爸 他为什么需要一幅插画 甲方爸爸他推出了一款新品 那他会把这款新品交给策划团队进行产品定位 然后来设计整个策划方案 策划团队呢最后决定用插画来作为宣传 那策划团队就会去找适合这款产品的风格的插画师 那平时呢团队就会去积累各种插画师的信息 添加到自己的资源库 那有需求的时候就能够快速去匹配到合适的一个插画师 那他们是如何来寻找插画师的信息呢 那他们也会通过就是各大网络上的设计平台 来收集插画师的信息 然后联系他们把他们添加到自己的资源库 也会通过朋友啊同事的介绍 那当然现在很多的设计公司呢 自己内部也有配置插画师 但是公司常常需要的插画风格很多样 那如果你要一个插画师会掌握多种风格的插画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你要一个插画师去变换不同的风格 就有点像说要一个插画师去瞬间转换不同的性格一样 他们是需要时间来转换还有来适应的 那所以公司会去招视觉设计师这样的职位 那你要会了解插画 那要懂得设计 能够把握现在设计的整个流行趋势 那把一些特殊风格的插画就交给像我们这样的独立插画师来完成 那有时公司与插画师来合作 不仅是会看你的插画风格 还会考量这个插画师的作品完成度 还有你的人气 那他们会根据你作品的完成度来参考 是不是符合他们这款产品的定位 那人气也是商业价值所在 如果你自带流量 同样的是可以给这个产品的宣传带来加分的效果 一般合作的流程是什么样呢 那如果这个公司决定说与你来合作 那他就会跟这个插画师来敲定时间 来商业报酬 然后签订合同 那这边要提一点就是插画师一定要公司付预付款 那我个人的话会需要就是支付50%的预付款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可以放松 因为这是一个行业的标准 这边顺便提一下 就是有时候甲方公司会把整个项目交给乙方公司来完成 那乙方公司呢会把部分的项目交给插画师来完成 那你这时候插画师就是作为丙方 那有时候是不能直接跟甲方来沟通的 要需要通过乙方 那可能这个项目的参与的人员专业领域不同 几轮沟通下来呢 常常会出现信息传达或准确的地方 那导致工作量还有时间成本的增加 所以我们作为插画师呢 不单单要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还要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来解决 比如说我们做成创意说明的PPT等等 那这些我们就内容太多了 我们就以后再说 那我总结一下大致的约稿流程 就是甲方推出一款产品 那策划团队来策划 团队就会寻找匹配的插画师 然后进行与插画师合作 我们知道整个流程之后 我们就可以想想那公司如何来发现你 觉得有这么几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加入一些插画群 还有关注一些设计插画的公众号 因为这类群里面聚集了很多设计师和插画师 那他们会把一些需求 PO在这些群里面 你可以自己去寻找说 能不能找到一些匹配 适合自己的一些插画项目 那目前我个人接到稿件 最多的一种方式 就是把你的作品 上传到插画和设计类的平台上面 那让这些甲方还有乙方的公司 能够发现你找到你 那有哪些平台呢 第一个就是战库 那我想说应该很多小伙伴知道 就是在这上面呢 聚集了很多国内的插画师设计师 那甲方客户呢 也会从这上面来寻求很多插画的合作 然后第二个是Behance 那这个平台呢 是聚集了很多全球最牛的一些设计师和插画师 那同样的关注这个平台 你可以关注到当下最流行的一些插画 有设计的风格 我也通过这个平台接受到过一些国外的插画合作 那还有很多的平台 比如说像涂鸦王国 Loft UI中国 古田路9号等等 那这些平台上面都可以吸引到很多甲方客户 还有一类平台就是像一些社交类的平台 比如说像微博 然后微信公众号 他甚至是小红书等等等等 然后这类平台呢是需要你就是日常去运营的 就像我上面有说到过 就是你的人气也是你的商业价值所在 那如果他和一个插画师来合作 那他会考量到你的粉丝量 所以这类平台呢是需要你日常日积月累的去运营的 我觉得你在不同的平台上面来运营 就是像撒网式的一个方式 那是可以增加很大的几率 就是让甲方客户来发现你 那如果你的作品符合这些公司的需求 那他们就会主动来联系你 然后你们就可以进行来合作了 那我总结一下 我觉得接稿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吧 就是有的人可能画了几张原创 就被公司发现了 然后就开始接商稿 那有的人可能画了几个系列 就还门庭冷落 但我觉得一个插画师最核心 核心的还是你的作品 那但除此之外呢 还有你的沟通能力 还有你宣传自己的一个方式 然后平时来运营这些平台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也希望这一期对你们有点帮助 喜欢这一期 别忘了给我点赞收藏三连赞哦 我们下期见